字幕提供 4923年的結束 就有網友在迪卡發文 詢問大家覺得今年裡 哪個百萬訂閱的頻道停更 讓人覺得最可惜 原PO個人認為 最可惜的就是視網膜的眼球中央電視台 並感慨表示 想到明年沒有央視春晚就覺得很不適應 因為每一集都超有梗 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看到第二個類似的頻道 另外也有不少人認為 這群人突然宣布停更 也讓人覺得很可惜 並表示自己從國小看到現在 一時還無法適應他們即將停更 此外也有人回憶起 2020年就停更得很暗眼 認為他們如果繼續經營下去 絕對可以跟上一層樓 事實上先前曾有網友表示 台灣YouTuber爆發停更潮 可能是因為市場進入飽和狀態 提材拍得差不多了 收益要靠業配等 不過有網友認為 也有YouTuber是已經達到財富自由 提早進入退休狀態 並非台面上所說的停更了 大家可以保留下 除非 希望全運 能夠 全身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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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